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5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今天的开始啊 咱们还是得聊聊关于脏蛋的问题 这个事情呢 我们昨天的第一个视频里 已经有深入的分析 这个事呢 说小不小 说大还真的相当的严重 原以为这么荒诞的事 闹一闹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俄罗斯人继续发动网络攻势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地时间昨晚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24日表示 乌克兰可能使用脏蛋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西方国家是否愿意相信取决于他们自己 这就跟当年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有意评 属于重大车祸现场了 报道称 佩斯科夫在24日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们 他们不相信俄罗斯方面提供的资料 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这种脏蛋的威胁之意 事实不存在 威胁是存在的 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已经提醒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们注意 至于他们愿不愿意相信取决于他们自己 少一股点火之后 此事实迅速发酵 24日晚些时候 俄军总参谋长戈拉西莫夫 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电话 两人在通话中谈及了乌方或将使用脏蛋的问题 但是在中文局域网这边 一面倒的侧重于 看戈拉西莫夫没有被解职 他没有叛逃上面 但此时此刻 他那里根本就不重要 米利找他问话 显然表示出美国对此脏蛋事件的重视 紧接着 米利又跟乌军总司令扎入日内通话 看来是打算核实此次的事件 随后呢 美国的表态就很清晰了 美国起头几个北约国家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 认为此事绝不可信 坚决拒绝俄军利用此事搞任何形式的战争升级 其实这样的谣言没有人相信是十番显然的 乌军的信誉一向不错 之前呢 也从未有过搞核材料分离的动作 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即回应 愿意邀请原子能机构核查 原子能机构赞上乌方的磊落 其实这是不用查都知道不可能 乌克兰军队现在出动进攻卢干斯克和赫尔松的俄军 形势对他们比较有利 干什么这会儿还要放脏蛋呢 况且那都是在乌克兰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要收回的领土 放个脏蛋三五十年人烟不能进入又算是怎么回事 乌克兰可是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之痛的国家 以我们的分析 此事乃是俄方搞出来的一个对乌克兰和西方各国之间的大型可信度的测试 无论是俄罗斯舆论还是中湾区王里 无数阴谋论者都说此战乃是美国诸岛北约供火 而乌克兰和欧洲都是牺牲品 既然如此俄军放出这个空气 明着说脏蛋 案里呢 其实是有乌军开始不听话了 想要拉所有人下水 你们干还是不干 这样的意图在内 邵伊古极为罕见的一天之内和英法图三国外长通话 极为罕见的三天之内第二次和奥斯汀通话 意图呢 就是在各国来不及相互通缉的情况下 测试各国对这一消息的接受程度 并观察各自的立场 一来可以挑拨乌克兰和西方各国之间的互信关系 二来呢 可以掌握各国真实态度立场的一手资料 让俄罗斯决策层做决策的时候多几番把握 而且从各种现象可以判断 这个事情可能就是邵伊古本人的主意 并且亲自附助实施 原因呢 有三个 第一 他刚和普京一起视察过动员兵训练 视察后两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密谈 外界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但三天后就出了这个事 第二 自从战争不顺 邵伊古就很少露面 为什么这个事情他冲杀在第一线呢 很明显 让外交发言人或者其他低阶层人士说这个话 不够饭量 而且也并不能当面搜集各国外长的下意识反应 第三 打仗打成这样 邵伊古看成灰头土脸 他迫切需要注意点事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邵伊古的如意算盘不能说完全没有奏效 他打电话的时候 法国防长就慌了 回应说 法国不希望卷入任何形式的战争升级 估计听到这话 邵伊古心中微微一笑 果然你们最不坚定 但是到了英国防长这里 就让邵伊古碰了钉子 华莱士驳斥了这些指控 并警告邵伊古老老实实的 不要将此类指控用作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借口 至于奥斯汀这里 虽然奥斯汀本人没有透露他当时的反应 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指出 这是明显错误的指控 世界将识破任何以这一指控为借口升级的企图 随后布林肯又出来给乌克兰背书 美英法三国政府的外交部长 今天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明确拒绝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准备在自己的领土上 使用脏弹的虚假指控 和利用这一虚假指控作为升级的借口 三国外长还重申了继续以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支持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共同决心 到此为止 邵伊古挑拨乌克兰和小伙伴关系的企图 完全彻底的失败了 不过说句实话 这个结果应该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爱好和平 了解俄罗斯脾心的人都能猜到的结果 为什么邵伊古还非要干这件事 让自己碰个大镜子 为什么普京还会点头认可 让邵伊古去干这个事呢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 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什么信誉可言吗 他们这么干 栽赃陷害的意图也实在太明显了吧 别人难道会看不穿吗 对此 我们的理解是 他们真能干出这样的事 对某些厚颜无耻的人来说 他并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 否则他也不会厚颜无耻 不 恰恰在于 他们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厚颜无耻 反而觉得很普通 所以一而再再而散的那么干 他们因为自己就想过这样的事情 认为这样的事情符合决策逻辑 就认为别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自己就是阴谋与斗争的胜利者 或者说是幸存者 也就斯德哥尔摩斯的爱上了这套机制 就认为全天下都是阴谋论和权谋论者 以为别人也会这样互相算计互不信任 很可惜 事实上北约各国与乌克兰之间 并不存在这样的相互利用的关系 美国和乌克兰之间也并没有谁操纵谁的问题 美国早就说了 不敢俄罗斯坦 除非乌克兰在场 只要乌克兰想打下去 就坚决支持到底 但乌克兰想打成什么样 都听乌克兰人的 我们昨天视频中也用了相当长的篇幅 来翻析马克龙的讲话 很多人觉得太啰嗦 实际他们只想从我们的视频中看到爽的东西 而不愿意多动脑筋 这样的朋友我们当然也接受 毕竟我们大家都喜闻乐见乌克兰人手撕俄罗斯鬼子 但我们会逼着自己用更多的精力去培养这些朋友 关注会引起太平洋飓风的清平之末 马克龙现在也承认 追求和平 只有等乌克兰人自己想通才行 实际已经放弃了引导乌克兰人 甚至去影响乌克兰人的念头 随你打到哪 法兰西就是帮你一起熬就完了 要说这样坦荡的美国和法国还有什么阴谋 我们也真是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是阴谋了 回顾今年1月份开战之前到现在的这段时间 乌克兰仓促被卷入战争 自己也是大吃一惊 而美国一开始并不看好 认为乌克兰军队三天之内必崩 欧洲国家也是一片不看好 然而到了3月 乌军竟然凭自己的力量让俄军从基辅西北面撤军 各国才如梦初醒 发现自己之前被忽悠的太厉害 俄罗斯根本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 而尊重道义的国家虽小不弱 于是各国翻番开始抢救乌克兰 乌克兰于是越打越强 信心越打越足 而俄罗斯却逐步乱了站脚 而且这种视道义为贩土的国家 虽大不强 也就伊朗给了点粗制烂糟的无人机 虽然能给乌克兰制造一些麻烦 终究不像海马斯那样达成了不对称优势 眼下乌军形势大好 根本不必弄什么小动作 奋力冲杀就完了 而备受鼓舞的西方各国 也坚定了援助乌克兰的决心 没有丝毫的杂念 就是尽量的援助 至于战士就听凭乌克兰军队去发挥 俄军在遭遇乌克兰军队一系列重击后 又是丢盔七甲的败逃 又是雷声大 雨点小的动员 还反复拿核武器威胁全世界 现在还用下三烂倒用脏弹 讹诈爱好和平的国家战营 已经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衰败之效 输掉这场战争也只是早晚的事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